这一省的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8号下午发布消息称 榆林中院将于明天上午的10点在京边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上诉人公案案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 9月24日上午公案案在京边县的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9月29号上午被告人公案案因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由于公案案不服一审判决 在上诉期限内通过京边县人民法院向榆林中院递交了上诉状 榆林中院依法决定予以收理